心車 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好 我 自我介紹我是新財集的酒店叫做藥憲宗 我念這個名字念我怪怪 自己就念我怪怪 因為我才開生沒多久 所以我以前生的飯 生的飯念很久也很久 前年才開生 時間的關係 我要拜託各位 我現在給你看的這70分鐘 這70分鐘的內容是我們在外面扮演費 在用的內容 這70分鐘定義把你最三天兩天的口 請你整理 所以你如果需要資料 你才copy去 在我們後面那個電腦 你有帶隨身碟自己copy 你手頭有一個資料 你先放的 這張資料不要彈掉 因為這裡面都發力 用錢來講發力比較快 台灣人如果看到錢 眼睛比較大力 稍微看一看 因為那都是古早錢 稍後我會把內容解釋清楚 所以你這張大力就放在城區回去附備 你用這兩張錢可以說很久 我們現在開始 來 一般的汽車要掛上車牌才能夠上路 不過屏東啊這個轎車怎麼會掛兩個車牌 一個是大家熟悉 監理單位所發 另外一個是紅色的怪車牌 半路就被攔了下來 警方說來 你把你的駕照身份證拿出來 他拿的居然是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好 我們記者查了查還真有這單位 開車男子被攔下要求駕照 只見他從身上拿出了身份證 卻是三名遠景從未見過的證件 資稱拿出的身份證是美國軍事政府核發 遠景一頭霧水 男子會被盤查 瞧瞧就是他轎車後面掛的車牌 除了建立單位核發的 上頭掛的紅色怪車牌 寫著USMG 他說這是台灣民政府發的 那我們是質疑這個身份證的來源 那加上這名男子 因為一開始這個講的話 有一點這個 那我們只要一度發言 也是酒駕 遠景將男子帶回詢問 結果他沒有喝酒 還堅稱自己是台灣民政府人民 他的身份證上寫了中英文名字 連身高體重 眼珠顏色 這位紅色品各位看過 看過我們不能拿手 這樣也很多人不看 這樣你們今天好奇 來 我們開始 今天這個題目叫做比出賣的台灣 這個名字 我今天要讓你知道的事情 比較重要 為什麼叫做比出賣的台灣 在你們秋頭那種文宣 在那個日本天皇天皇主權 那個地方已經在1945年4月11日 台灣已經變 台灣那時候已經不是民地了 已經變成 台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能因為戰爭失敗而被割讓 從現在開始 我現在要跟你講這個故事 有可能你的頭部裡面 因為我怎麼是日本人 但是你現在要先相信你是日本人 你讓我把你催眠 你這個時候就是 就是當時台日本帝國 老來的日本人的後代 先這樣 先假設議題你先這樣 我等一下證明給你看 不然你的頭部裡面 你說 我就怎麼 我就不可以做日本人 真的很多人頭部裡面 經過這麼久長的那個教養 我就不可以做日本人 但是你這個時候已經讓我催眠了 你要當作你是日本人 我後面說的故事 因為你本身不是中國人 你不照比出賣的那個 這個條件 來 這個是音樂片 來請放 我等一下要給你看一項東西 台生等一下幫我暫停 要暫停的地方 1945年8月的兩顆原子彈 結束了台灣50年的知名地位 這個人是麥克阿瑟 他在壽祥典禮的時候 他說的話 好這個地方暫停 來各位你看齁 你們看 你們這幾天上課 有可能知道說投降書上面有寫 這邊有講 崇光奎代表日本天皇還有日本政府 這個是麥克阿瑟用嘴巴講出來的 他講出來說 現在有請日本外相崇光奎代表日本天皇 禦仁和日本政府 為什麼要兩個單位 為什麼要兩個單位 日本它是二元制的國家 就好像現在的大英國寫英國女皇 跟澳洲跟加拿大的關係 所以當時 日本政府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但是主權權利是其中一部分 這個日本政府放棄 但是還有 日本天皇 他只有日本政府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是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舉個例子 這個房子是我爸爸的 有一天 我拔轎拔輸啊 這住 債主把這個房子 站下來 他住進來 但是 土地的地價稅 地價稅 還是我爸爸在家 有一天 要等到這個人 他不願意住了 裡面把你用到亂七八糟 他就覺得不要住 他拔走 但是他拔走以後 同樣這個房子的所有權 還是我爸爸的 所以當時 在壽祥典禮的時候 日本的外相有代替兩個單位 因為 台灣已經不是殖民地 殖民地跟領土這兩個東西 添到地 差很多 所有台灣人今天會那麼鼻子 就是所有的台灣人 台灣這些政體 包括政黨 包括運動團體 他都認為台灣東西是 日本天王的殖民地 領土跟殖民地 等一下我解釋更清楚 來繼續 這邊有講齁 四十艘美國軍艦 齁 一邊看 你記得這四十艘軍艦齁 當時 講 講 講屆的集團 來到台灣以後 就是美國美國 用這四十艘軍艦出來 他自己沒有軍艦了 很多軍艦 青艦 青艦 抖過 他們的東西 用紙拌勻 用本燈在搭 很多人都排火山 因為我其實沒有軍艦 看到學衆 沒軍艦 沒有軍艦 不是說武衡沒軍艦 如果沒有軍艦 路要去整隊 就是 行動 都 立馬 我 在 ieg 我先說我們被出賣 一樣要講這個理由 為什麼被出賣 全世界從拿破仁時代 所有國跟國打仗之後 他必定有一個不變的道理 我用伊拉克的模式證明給你 我把這個戰爭法的結構 我分析給你看用伊拉克的模式 剛開始美國跟伊拉克打仗 伊拉克戰敗了 美國軍事政府成立 開始軍事佔領 軍事佔領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戰勝國跟戰敗國這兩個人的語言不一樣 宗教不一樣 你要管理他很難 阿聽哩 明明是對的事 因為語言的關係變成錯 所以他必須要再用當地 的人民去組織叫做伊拉克民政府 這個伊拉克民政府的組成 以後 他們有了他們的國民 有了國會 有了憲法 有了國旗 經過一段時間 這個土地上的所有的人民 能夠遵守新的法律 維持一段時間的和平 所有人都會遵守這個法律 美國佔領軍 就必須跟這個 已經成立的這個民政府 簽訂和平條約 他就撤軍 從佔領 從開戰一直到結束 七八年的時間 這個結束了 台灣到現在 我相信這幾天你們上課都知道 台灣是美國軍事佔領當中 美國的軍人到現在還沒有正式佔領 所以你看 這六十幾年都被人玩了 所以台灣人真的是 生活在十八成的地獄下 都以為他是在天堂 你說這個奇不奇怪 當時 這個國家經過七年以後 佔領軍就還他這個國家自由 為什麼台灣到現在都還沒有美國親自佔領 我剛剛講這個東西 很快速的讓各位知道一件事 你必須把這個東西寄清楚 因為這已經把 你們要讀的新台灣裡面的主權跟領土 主權義務 主權權利 已經給你用圖解的方式 給你解釋那麼清楚 你只要寄這個圖表 要不然你那個主權權利 主權義務 我告訴你 你再撤 又回去再撤 可能又撤一個月 又撤兩個月 我已經把你大抄小抄把你整理好了 來 我們先來看殖民地 殖民地 當時日本天皇拿到台灣 馬關條約拿到台灣的時候 確實當時是殖民地 但是日本天皇有意識讓台灣 變成他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他在台灣建設 八田與一 你們知道嗎 佳蘭大郡 人家把灌溉 勾渠 他的長度比萬里長成更長 他有意識要在台灣建設 所以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他從殖民地 在1945年4月1號以後 就變成是領土 跟北海道一樣 北海道以前也是艾努族 經過黃明化之後 什麼叫做黃明化 台灣這一塊土地的所有的人民 會講英文 會寫英文 會看得懂日本 大日本帝國的民治憲法 你看不懂他的語言 你怎麼實施那一本憲法 所以在日本天皇投降的前四個半月 台灣已經變成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一點沒有問題吧 有問題的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既然沒有問題 那我現在把這兩個東西 主要跟次要的東西跟你分清楚 如果是殖民地 主權權利是主要 主權義務是次要 我舉個例子 現在的波多黎各 如果美國放棄了波多黎各 他就獨立了 因為他放棄的是管轄權 這個叫做管轄權 放棄了管轄權 現在的波多黎各 他馬上可以獨立 因為他是殖民地的性質 因為他現在裡面 他們波多黎各人 現在大部分都會講 都在講西班牙文 他們沒有像萬國公法 像日本天皇在台灣 類似像這種黃明化的這個動作 他沒有做 但是已經變成領土的結構就不同了 先有主權的義務 這邊是次要 這邊是主要 如果是領土的時候 主權義務是主要 主權權力這個管轄權去次要 所以 當時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力 是次要 主要還在 如果是殖民地 當時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主權義務就不見 這樣有清楚嗎 所以你的領土跟殖民地 這是台灣人 到現在 99.999% 都是這個概念 台灣當時 是殖民地 但是我們等一下後面有證據 我給你的那個小的宣傳品 上面就有解釋 這樣清楚 因為時間的關係後面有很多資料 當然這個裡面你如果最好就是把這個都copy回去 這個我跳過去 我剛剛解釋通了就好了 因為後面 還有其他的資料更重要 這邊 因為你是領土 所以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如果是剛剛講的殖民地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因為台灣已經變成日本 天皇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因為戰爭失敗 去掛 掛給別人 這已經沒辦法的事情了 只要說 就算我老爸 他可能犯法 我也很沒面子 但是怎麼說他也我老爸 那沒辦法改變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這樣說 那沒辦法 什麼沒辦法 你這樣背著 你怎麼會去做日本人 他沒辦法 我也沒辦法 來 你們手頭有拿到這頂 我簡單給你介紹 你就知道這一張怎麼用 當時 馬關條約的時候 把台灣跟澎湖 割讓給日本天皇 當時割讓的時候 要來接收的時候 日本發現 還有一丁高山 就是我們說的原住民 當時 只有大清的時候 只有割讓這一塊 他要開始接收的時候 才發現這邊還有人在抵抗 所以 日本天皇又出兵 用十年的時間去給他征服 這個時候台灣的主權就建構 建構了以後 他怕東西的高山 又起來換 所以他把皇族 跟他這裡的酋長的 怕離死死 通分 但是有一個時間點 有一個時間點很重要 盧溝橋的1937年 那時候已經發動戰爭了 那時候的日本天皇 他怕他說 怕他又換他去抵抗 因為當時的馬關條約 還有一個地方 叫做遼東半島 他掛這個東西 是大清帝國大皇帝 他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時候叫做奉天 所以他就還行人 台清又背他 背他 日本天皇就用這筆經費 又開始建設 他怕說 萬一我發動戰爭 萬一戰敗 台灣是我 我要變作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我會開始實施皇民化 所以在台灣實施皇民化 這樣又經過幾年 又經過七百年 剛好麥克阿瑟去登陸流球 跳過台灣沒有來登陸台灣去流球 去流球的那 同樣死去找他 日本天皇 因為他以前已經是死亡民化 所以他冠軍 全部教授 說從這一天開始 台灣 是說 日本天皇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樣台灣 我們現在坐在這裡 真有意義 不然好像那個義和團 人家說你們這個人 警察不怕 我等一下拿警察的對話給你看 警察也不怕 什麼讓你也不怕 你們都只堅持你們自己的告一 因為我們相信 我們一定會接種嘛 但是外人看不到 他頭角裡面 剛才跟你說的 最簡單 那個是民地跟領土 頭角分不清楚 還有台腦也分不清楚 來 繼續 你看齁 這張錢 在你們的文宣上 有 1945年4月 他之前是用這張錢 台灣銀行券 以後 是用這張叫做 日本銀行券 這是內地延伸 所以用日本銀行 之前是總督府 是民地 用總統府 來 看大張的 做 台灣銀行券 有沒有 這是 當時 總督府 是民地 用的錢 但是你變成內地延伸 你要跟內地 用同一張錢 所以後面這張錢 就是這樣 這張錢 在台灣只用四個半月 就不可以 因為日本銀行券 這張錢 我相信 各位都沒看過 為什麼我沒看過 我的年紀 沒可能沒看過這個 是因為 我們了解這個 道理以後 去網路去找 找到 這樣把它倒下去 就剛才抹抹抹抹 所以你有這張錢 第一 你可以證明你的薪勢 你是日本人 你沒辦法改變 有人還有意見嗎 沒有啦 我們都日本人 這裡有一個 中華民國大法官的改稅令 三千空七十八號 民國三十五年 一月二十五 三十四年 一九十五年 十月二五 不是跟你說公學節 對不對 公學節以後的事情 有人去要求去改稅 說台灣人 這人人到底什麼國籍 你看 大法官府已經跟你說 台灣人民為日本國籍 是日本人 啊 怕怪了 啊 你就日本人 你怎麼都變得國人 我現在拿綠卡 我是真的拿綠卡 不是舉例 啦 我要做美國人 我要去申請 我要去美國五年 等我兩年 連我說我要做美國人 我提出公民入籍考試 我申請 申請以後我考試考過了 我口試 筆試都過了 我要宣誓效忠歐巴馬 這樣我才可以改變國籍 結果你 當時 為什麼說 他們當時的大法官都已經改歲 那個時候是日本人 那個時候台灣有六百萬人 到底怎麼去讓 去讓人改變這個國籍 我先說這個故事 去年三月十三 日本人這個人 叫做 大川康夫 他是日本智慧隊的中將退休 他來台灣來四天上課 第四天要離開 有一個座談會 他站起來問我們秘書長 他說現在的台灣人 跟現在的日本人 很尊敬李政委 而且現在的台灣人 要求維持現狀 為什麼在台灣民進 我們要跟中華民國整個關節 我們的秘書長這樣回答 他說這六十多年來 本土台灣人 好像要求兩件事 這個中華民國的 地理統局 永遠做不到 一個是公平 一個正義 而且你上禮拜 就是那個時間的上禮拜 美國跟我們提供一個記憶 就是說你所有本土台灣人的身份證 你們現在可以拿你們自己的身份證 去看 後面的家鄉朋友 做記憶 不夠悠悠了 那當時的日本人也看到 怎麼有這種事 我們秘書長說 你們一邊聽你們一邊 檢查你們自己的身份證 他說當時 日本天皇導航的時候 美國那個時候 他的軍事的力量 不是剛才這麼強 他沒辦法把當時的 台日本帝國所有的領土 全部占領 所以他把北方四島 分配給蘇聯 他把主島 分配給韓國 他把台灣 分配叫 政府蓋舊來 他把他親身 占領 現在的日本 這四個島 留給 分配給 聯合國 來託館 為他的目的 就是不要讓他再度崛起 把他四分五裂 五碼分屍 所以 當時 在日本 放一百萬的韓國人 叫做左派 在台灣 放兩百萬的中國人 這個兩百萬跟一百萬 掌控 這兩個地區的 政治跟經濟的核心 這個中間 聽到這個 恍然大悟 他做中間 在日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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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悲喚的 的事情 他覺得說 我這樣做兵 做那麼久 我竟然不知道這個道理 所以 他還請教我們秘書長 他說現在 留給美國的求分 後來一個改變 日本人想要去聯合國 去抗議 他請教我們秘書長 可不可以 秘書長告訴他 聯合國的 流球的問題 是在聯合國 以前就發生了 跟台灣是一模一樣 沒錯 所以聯合國怎麼有辦法 去解決台灣 跟流球的問題 這個人 聽到這個 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看 已經變成這樣 笑咪咪了 感覺那個心肝頭 那個咳咳 那麼多年了 所以他回去 會替我們 比較大的選團 當時 剛才 我告訴你 北方四島 和 蘇聯 佔領 當時的蘇聯 做一件夭壽的事情 我有說比較快 你們 如果有時間 你回去調大 再來聽就好了 就是說 當時 美國 分配給蘇聯 佔領的時候 蘇聯 跟北方四島 有1萬7千名的日本人 用軍艦 再回去日本 四同無人島 那時候的軍艦 他也想說 你就可以這樣 我也要拜託 聯軍 那四十台軍艦 把這個六百萬的日本人 再回去日本 四同無人島 佔領 那時候就沒有二二百了 二二百的三星就是 不一樣的國家的人 躺躺躺躺躺躺 一定會衝突 所以 你看 那時候的聯軍 我沒有那麼多軍艦 我沒有幫你載 我只載你們這兩百萬的中國人 四十台 我就載到拚躺躺躺 你叫我載六百萬 我要載多久 所以沒有載 政府跟他就要用 夭壽 用一個行政命令 這個行政命令 我告訴你 自民國 三十四年 十月二十五號 起一律恢復國籍 我剛才有跟你說 改本國籍 不是用這種行政命令 這個要在意願 自願合法的情況下 才能作業 這張 你去領他這張 你這張 其實他是國民 不是公民 只有公民 所以美國跟我們打 政治聯誉 就是你拿這張去選總統 因為這張 我拿你 我在美國不能選總統 我不能做兵 因為我沒有效忠的對象 要公民才可以 所以這叫做政治聯誉 這裡有兩張 這兩張我都有 那我就背景比較奇怪 因為我已經放棄台灣了 我出國了 既然你就沒筋了 已經沒筋了 整個來做加拿大人 做美國人了 但是我知道這件事 我還有筋了 我又收回來 所以這張 這兩張 跟這張 是一模一樣 都是居民而已 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他不是公民 中華民國不是沒有公民 這中東是民國35年 誰當民 你們的 那時候民國35年 是公福以後 那時候中華民國還沒流亡 38年才流亡 你怎麼記的 現在開始記三個時間 34 38 43 這三個 我稍後有一些東西 都在說這個時間點 這是34年以後 那時候中華民國還在那裡 他們選舉就可以發行公民證 我請問各位 你不是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既然是這樣子 你們現在為什麼不把這個 中華民國公民身份證改掉呢 這很奇怪 來 為什麼中華民國有辦法在台灣 計完64年 這為什麼 他38年就要倒了 為什麼要換我吃 我現在說給你聽 這 有兩方面的利益 一方面中華民國 一方面美國 你會記得我剛才你說 美國當時 他的軍事力量 不是那樣強 不然韓戰怎麼會打到那樣痛苦 韓戰投入美國 在投入韓戰的經費 是在二次大戰的十分之一而已 十分之一 利益 韓戰 如果是美國當時的軍事力量 韓戰是在34年以後很多年了 九年了嘛 一九五十 差不多八九年的時間 八九年的時間 他的軍事力量就沒有那麼強 所以一九三十年 日本天皇投入韓的時候 美國的軍事力量 其實不是太強 他只有分配給這些人 為了他的利益 因為中華民國有辦法計劃這 這麼久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反共 我現在把這個堂 這是頂高位才整理好的 這條紅線 在這個地方還接來這裡 在這裡 台灣關西法還走 這個問題剛好台灣的生死問 讓人家玩去玩在這裡 將錯就錯 一錯再錯的地方在這個地方 將錯交錯 他就已經錯了 他就一直錯到底 這邊有一個中美共同防禦 中美共同防禦 我待會兒 我現在跟你講這個問題 我講 等一下我有證據給你看 在要簽中美共同防禦 的時候 在這個藍色的這個地方 國旗國匯法 1954年 美國43年 10月23號 這個之前 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在這個地方 美國跟他 要簽中美共同防禦條例的時候 他知道他是流亡政府 但是美國很厲害 他告訴他 就地好 就地好 就像是建築建築 他如果有到來 他就去叫那個建國師 再跟你揮揮 再跟你報他 所以這個同樣的意思 所以為什麼在台灣 那麼多違章建築 他自己本身就是違章建築 在這個1954年10月23號 這樣子剛好一個半月 因為他把中華民國的海軍軍旗 去立法通過 變成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美國跟他簽了條約中美協防 中美協防照理講 他的契約 等一下我會給你看 他的契約是無限期的 在1972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的時候 他退出 退出這個聯合國 他後 在1979年跟美國登高 登高的時候 這個中美共同防疫 在這個登高進行 7年 1970年的時候 的時候 已經買48台F51了 他在這個中美共同防疫條例 裡面就買不起了 但是你現在登高這個是無限期 下面照理說是無限期 他只要去用一個台灣關係法 幫你搭在這裡 這重疊一年的時間 因為當時 在民國38年 38年的時候 美國委託蔣介石來台灣的這個中國軍事政府 這就是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怎麼會知道說 美國在民國34年 委託蔣介石來台灣佔領 不到四年的時間 他竟然變成流亡政府 那變成流亡政府 我現在用邏輯性的思考 美國承認這個 但是他的母國不見了 剛好在韓戰爆發的時候 剛好救了蔣介石 他叫他 把他的 讓他想辦法讓他就地合法 我後面證據給你看 我現在先來講民國38年的時候 到底發生什麼重要的事 這張相片是228 有看過這個相片的人 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大部分看過 我現在不是要解釋這張相片 我是要 這個背景我有影片要給你看 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都被封鎖 來台聲拜託 那這邊還是要翻封 你還會被封鎖 可不可以 你還會被封鎖 需要先 rotates 這四萬塊多少個 通貨方 這個地方可以暫停一下 這裡 前面 前面一點點 就剛剛那個數字那裡 好 來 這裡 來 怎麼說四萬塊多少個 我們這沒什麼經濟學 你看 剛開始一斤白米兩角 一直到民國三十八年 到了三十八年的時候 變四千 兩萬八 指數兩萬倍 我們剛才看前面那個二禮拜 那天天 有一些阿兵還有牙齊在旁邊 旁邊看說 到底還有人沒打死嗎 那好像不輸你小錢 那是小錢的 敵軍打好之後去檢查看有人打死嗎 那你跟我說台灣光復咧 那是同胞咧 你對同胞這個樣子 有人這樣子嗎 根本把你當成敵人 來 繼續 好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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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除外這個是像蘇聯投降 還有福爾摩沙 還有北緯十六度以北 法屬印度之納 這外南 我們台灣人 經過光復解議 說我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 對吧 當時 他當成敵人也有去外南 他也有去外南去接受當地的日本軍人的投降 後面有誰說什麼 在此境內之日本高級指揮官 所屬陸海空軍附屬部隊 因向蔣介石委員長投降 是這三個地方的日本的軍人 向他導航利益嘛 台灣跟外南的主權不是他的 結果他現在跟我們說 台灣 台灣人又是中國人 這樣我問各位一件事 同樣外南 現在外南怎麼會說 我是越南人又是中國人 沒道理啊 同樣的條件 沒有道理 就好像台灣戰後的地位跟琉球一樣 琉球的名分都跟我們不同 我們大家都覺得很好過 我後面給你看一項東西 這個東西是 當時去河內 1945年9月28號 他派盧漢將軍去接受這個地方 日本的軍人會導航這個叫盧漢 但是他去導航前26天 胡志明已經選佈 獨立 因為 越南是法國的殖民地 他是殖民地 那時候台灣人 如果有一個人站起來說 我要自治 要自治 跟加拿大一樣 我要自治 怕你台灣人不會變中國人 你看當時去那邊接受 去那接受日本站那裡 那邊國跟剛才露准 那個棉被賓有一樣 一模一模 這些歷書你都不知道啊 來 我問各位 時間的關係 你知道這都一國的國旗嗎 中華民國 你知道嗎 別說啦 像大伯不知道啦 知道的人拿手就好 大伯都不知道啦 這中華民國的國旗 你怎麼奇怪 中華民國國旗這支 這中華民國的國會 欸 奇怪 袁世凱 應該沒有錯了吧 可能還有人有意見 還看一尊 這尊出來你不相信 沒辦法 順領山你不相信 也沒辦法 這有三個機 中這支一定最大的 有意見的舉手 沒有意見 最大 為什麼中華民國在旁邊 這個是中華民國的海軍軍旗 這中華民國的陸軍軍旗 這中華民國的陸軍軍旗 當時沒有空軍 這樣請坐 還給你看一條政筆 這國民黨的黨政 這個也是五色旗啊 他也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 你看在座的各位 被人家騙了多久啦 當時接受投降的時候 在中山堂 英國 美國 蘇聯 這個是中華民國嗎 當時民國34年 他是蔣委員長 他不是代表中國啊 所以美國也是很厲害 他拿他的海軍軍旗 放在這裡 等到民國38年 來了台灣以後 開始變故事 那個是他的國旗 他的國旗 不是這一支 我剛剛給各位看 中華民國 早就被美國設計了 他自己也沒辦法 反正你不被設計 他也沒地方待啦 這是外面的 中山堂外面的牌匾 你看 上面也是美國國旗 我相信你們都知道 但是在這個地方 要特別清楚告訴你 他有意識要改變歷史 這個地方是壽祥典禮 這底下是 太平洋戰區 認為太平洋戰區的人 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認為是中國戰區的人 舉手 沒有人舉手 他有意識要改變 他把壽祥典禮 正確的太平洋戰區改變成這個 你記得 謊話說一遍 要用十遍二十遍去圓謊 我現在 我們現在一樣 再催眠一次 我們是中國戰區 我現在拿他中華民國的 他講中國戰區 用他的證據去解釋他 合不合理 既然是中國戰區 這個圖片 你們都看過了 美國國旗 這個是 國父紀念館 也是美國國旗 這個是前年的九三軍人節 也是美國國旗 他都不放英國 他都不放英國 為什麼都獨獨放美國 你看 剛剛講中國戰區 有何應卿接受投降 沒有錯 結束 因為台灣光復 變成他的一個省 但是為什麼還有一張 太平洋戰區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台灣這個地區 是替美國軍事佔領 就這麼簡單 另外證據 剛剛 日本的關係 我們用錢 等一下後面還有用 來你看 海軍軍旗 底下這三個元素 是中華民國能夠在台灣一直多待了那麼久的原因 這個是在民國43年立法 這三個東西 所以你看 你唱中華民國的國歌叫做三民主義 武當所忠 你唱一四人 如果武當所忠 你也知道 怪怪 怪怪 中國民國最破壞的股票 這麼多 幾個股票 都不去改 還有一股股票 全世界 沒有那個叫做新台幣的 我們說 有新美金 新日幣 新港幣 那新的就是後面有一個股票 股票 股票就是我剛才給你看 那四萬塊一塊 這幾個元素他都沒辦法改 因為這個都被美國設局了 他只要改變一個元素 他就叫他走路 所以你看 他們都先進國家 要改這個東西太容易了 他的國歌以前叫做 中國雄利宇宙間 這不知道以前國歌 各位 你唱三民主義 無黨所忠共唱這麼久 唱到國外來的時候 還在一起抗議 黨輩跟國輩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黨輩 這個叫做國輩 我相信很多人也無沙沙 來 這個東西你一定第一次看到 這叫做流通券 當時開羅宣言以後 就這麼久 命令了一個小組 台灣接收小組 去搞這個東西 開始接收的時候 剛剛講 盧漢不是有到越南去接收 那個越南的日本軍人投降 他帶了20萬 他把這一張錢 他把這張錢拿去那裡用 但是法國政府出來反對 這個是我的殖民地 你中國只是接收這個地區的日本軍人投降 你怎麼可以把你中國的主權 延伸到我這裡 如果可以這樣延伸 我再問各位一句話 一件事 日本不是 麥克阿瑟 不是到日本去接收當地去佔領對不對 那如果可以這樣子 現在當時的日本就應該用美金了嘛 也沒有啊 所以你 你蔣介石怎麼可以把你中央銀行 的主權 這中央銀行是主權的象徵嘛 你怎麼可以把中國的錢拿來 我才用 剛剛跟你們講的 日本在台灣實施憲法 用同一本憲法 他的內地用的錢 他就要拿到台灣用嘛 同樣的道理啊 那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子 法國反對 這是我的市民地 你不可以把你的錢 中央銀行的主權 跑到我這裡 台灣也是啊 台灣這張流通券也沒有用 因為這邊的老闆是美國 第一個老闆是美國 因為他戰勝啊 但是這個地方有一個東北九省流通券 這個就是剛才跟你說的滿洲國 這邊還有一個新疆流通券 這一張用最久 用了兩年又十一個月 因為他後面沒有老闆 他後面沒有老闆 但是他是個主權獨立國家呢 你給他看 當時的流通券 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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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個城門 就沒有孫中山 有看到嗎 所以你看這一張錢 你們那個傳單上面有 上個禮拜 有一位童心帶了一個 給你送到我們辦公室 他看到這張錢說 這張錢幾十幾萬 我說這張 幾十百億 這張錢就是救到我們民政府 因為剛剛已經講了那麼多的道理 在台灣的蔣介石 他不可以用中央銀行 這是民國35年 34年10月25號以後 在台灣用 他不能用中央銀行 也許 我們在質疑他的時候 他可能跟你講 我當時中國比較落後 我沒錢嘛 我以前都元大頭 兩阿銀 對不對 但是 現在的網路這麼發達 那這一張錢是中華民國26年 當時你不是告訴我光復節 為什麼光復節 你不能把這一張錢用到現在 沒有阿 所以 證明台灣是被 美國軍事佔領 委託蔣介石來 這一點沒有問題 這邊還有一個民國43年 民國43年發生了幾件事情 他去立法 讓剛剛那個中華民國國會國 讓他立法通過 所以你看 這個是民國43年 憲馬祖專用 為什麼 馬祖跟金門是他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照理講他上面可以用中央銀行 但是有一個條件 他的中央必須 他去遷移到金門馬祖 這樣他就可以贏 他中央米在台北市 所以他就拿台灣 用這個錢 他回家 只有這張錢 都可以自己做 他這張錢 就證明他是劉王政府 民國43年他就知道了 只是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的長輩都被殺光光 太好了 我現在你說這個東西 說比較快 來 在這個地方 我現在要拿這個地方 證據給你看 從這裡到這裡有一個經過韓戰 這個以前再強調一次 這個以前他是劉王政府 跟達賴喇嘛一樣 美國為了他的利益 他韓戰結束了以後 當時的這個美國的總統 要求有議數在選舉的時候 要韓戰要和談 所以在那個結束以後 他必須他也沒有那個武力 他也沒有那種思維說 他要親自來台灣佔領 他沒有辦法 他只能叫他這個蔣介石 你來來我教你 我教你 我教你一步 我教你一步 最好用的 你把你的海軍軍旗 援助 把你的國民黨的黨會 你也援助 送劉環營通過 給他結局書 補辦一個設計圖 這樣讓他就地合法 我說中美共同防疫條例 這個地方給你看 我念給你聽 這是中美共同防疫講的 他說 此條約有效期定為無限 若有任何一方地約國 通告他方地約國時 可以使條約在一年後終止 什麼叫做地約國 要國對國才有辦法簽 這樣現在美國可不可以跟達賴男馬簽 不行 他留房政府 問題他沒有跟他這隻 他那時候跟政府跟他就這隻 所以國對國嘛 而且要在中美共同防疫條 要終止 要在台灣關係法簽約之後 一年施下 台灣關係法在1979年1月1號 中美共同防疫條例在1980年1月1號 你會記得這個時間點 我們來看台灣關係法 我告訴你台灣關係法 就是要讓台灣人繼續跟他買一些 沒有用的不能用的武器 他要報廢 來你看 這個是解密的檔案 1977年的時候 美國當時怕蔣經國 因為宣布斷交 他要化獨立 所以在前兩年 斷交的前兩年 繼續對台受武 但是他的台灣關係法 本文裡面是說提供防禦性武器 再來 他跟中國建交的時候 取得 在台灣 軍售上的最後讓步 意思是跟中國共產黨說 你如果要給我建交可以 你要同意我繼續賣武器 中華民國 這樣對不對 前兩年說繼續賣 本文說不用賣 後面跟人建交的時候說繼續賣 結論是什麼 繼續賣 當時的這個 舊金商和平條約要簽約前 這個杜勒斯啊 他是 舊金商和平條約之後 他是美國的國務卿 他以前有一個參議員 他說台灣是被放棄的領土 我剛才有跟各位說領土 他怎麼不說被放棄的殖民地 經過六十幾年 自由時報 拿政府出來 自由時報 在去年6月9號的時候 剛好習近平去訪問歐巴馬 自由時報也一樣 還出文出報紙 美國把CIA把1949年的文件 機密檔案公佈 台灣地位未定 我在這個地方放大給各位看 當時這個報紙也沒有 台灣人也看不懂 台灣在法律地位上 人是被佔領的領土 有沒有 不過 這是經過六十幾年又還原真相 結果我們台灣人已經 搞不清楚了 因為台灣人已經去到 國民黨來台灣 把你抬掉三台了 這三台 剛才說的 228 白色恐怖 蓋鹽 米蠍島 這樣差不多六十年沒了 台灣人頭靠靠了 已經靠靠去了 你都看不見了 因為當時的台灣的戰略地位很重要 美國根本拿不下 放棄又太可惜 結果叫這個倒三天 但是他知道這個人口碑很差 這個人平行很壞 所以之後訂定模糊契約 模糊契約裡面有模糊政策 模糊的領土政策 什麼叫做模糊的領土政策 美國 我要跟你簽約 我們所在 台澎金也是中華民國的 他都這樣跟我們說 但是我要問他一點 你跟美國簽中美共同防疫條例 你四項都在出 美國出什麼 美國不出半項 不出半項 結果是怎樣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出 白金門媽祖 美國出台灣朋友 你不知道怎麼簽 所以我估一個 美日安保條例 美國出台灣朋友 日本出九州 本州四國北海道 你不知道怎麼簽 所以他的防疫範圍 到了台灣海峽 這種東西 我告訴你比較快 抱歉 因為要讓你們家看一些東西 所以你要看這個東西 我幫你做好了 你這個時間軸 我都幫你擺好了 你可以看這個 你才去讀新台灣論 你很好讀 剛開始三十八年 古年頭大戰 韓國韓戰爆發 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 進入海峽以後 中國出兵參戰 開路選領都不好 兩天都解釋比較清楚 所以 趕緊去簽 酒精三合謹條約 但是正常 你若是 合約簽完九十天要離開 他沒有離開 就開始歐龍世道了 所以在韓戰結束 以後 國會國企法通過 這樣去簽 中美共同防疫條例 中美共同防疫條例 有一個823砲戰 我猜給你看 美國第七艦隊 只有協助後勤領埔 他沒有參戰 他沒有違反開羅先言 開羅先言 裡面有說一個重點 這個三個國家 不可以 武力侵犯他國 為了自己圖利 所以你看 他也沒有 另外 勝利女神飛彈 他放在台灣 他自己的佔領地 他沒有到金門馬祖 他送 他只送他十二門的八寸砲 他自己的佔領 美國沒有批評 但是美國那時候 有一個西方公司 民間組織 跟現在AIT一樣 AIT 你去都叫做阿Sir 都叫做官員 你如果去簽證你就知道 結果他叫做民間組織 你聽得聽得下去 都他們家的公返 你看 當時這個八寸砲這麼大隻 共產黨的這顆 這顆 這顆牽引起 阿門 好像元祖早黨的勃早 所以 戰爭到此結束 沒有再講 我現在要跟你說 台灣關係法 它是非外交的關係法 他主要要回避 依照戰爭法 在日本設立 台灣美國軍事政府的責任 因為他在照顧 流亡中國人的人權 所以他上頭台灣關係法 用的是 People on Taiwan 不是People of Taiwan 你如果看 我剛才跟你說 台灣關係法就是前的法案 因為他在斷交的那個時間點 照理講 台灣那個時候就應該跟波多黎各一樣 哪有需要把美國買不起呢 你知道波多黎各還去把美國簽 1990億美金的錢 我現在做資料 兩天再做 現在時間 來 你看我剛才跟你說 中美共同防疫條例 在1980年1月1號結束 在結束之前 已經買了48台的F51 結束之後 台灣關係法生效 又買了840枚的解數飛彈 這個問題 我們感到放過 就沒有稍前 你是要放到哪裡去 你看 82 83 84 85 86 87 89 這中間有三年不買 90 91 這因為迎清風的關係 可能 我在想 邏輯性思考 因為後面都每年買 為什麼那三年不買 我認為 對1970年 他每年把他的軍備 都報廢 賣給這個中華民國 賣到他現在現有服役的設備 他如果給你那個 阿民國要叫他回家嗎 所以 沒有武器 沒有那個準備淘汰的武器 賣給你 所以停了三年 三年 中華民國就繼續跟 法國買這個 所以你看 89 迎清風結束以後 89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2000 兩千零一 然後來這個阿巴士 這八五天叫他休息 這買十幾台 但我現在不知道 用那裡我也不知道 而且這個P3C也是淘汰的 他新的機種已經在 那個普天間機器在用了 我們在2009年 我們已經夠贏美國 這五項打掛 我認為各位 當心理大 你最多的時間 了解他的意思 不然你沒有資料 去外面改稅 好不好 我們今天民政府 在這裡最高 主要是根據這個第四項 協助員到成立他們自己的政府 我們是根據這條 在這裡最高 齁 我現在跟你說 中華民國消失 其實你不知道 他在哪裡消失 根據這條第十五條 對1979年1月1號 台灣關係法生效 那一天開始 美國承認為 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這夭壽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 他已經成立中華民國 一九七九年一月以後 他沒成立 他沒成立 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從1979年1月1號以後 中華民國消失了 我等一下拿證據給你看 因為剩15分 15你們吃飯 不好意思 你們回去查 我們那邊也有一些圖示 中華民國你去查七年 他把你挑戰三年 還有行政院 財政部 這都一樣意思 跳過去 包括最高法院的傳票 也沒有中華民國 沒有啊 這底下時間記載不算 來 紅燈上頭也沒有中華民國 接下來這個贏 這個先說 因為我一直 一陣子 我一直在查中華民國的什麼 中華民國的兵義法 什麼都查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說 我來查一下中華民國國民黨 好不好 一查的時候 都奇怪 網站竟然沒有中華民國國民黨 只有中國國民黨 所以你去想 剛剛我們講的是台灣關係法 他們想 美國不承認中華民國 這四個字 結果中華民國 他竟然把這個華民去掉 用這個 等一下我拿他的證據給你看 結果民進黨 我想說中國國民黨 應該查中國民進黨 應該也是一樣啊 結果他沒有 要中華民國民進黨 為什麼會這樣子 剛好中華民國民進黨 不能符合台灣關係法的台灣治理當局 因為他把中華民國 灌在他的黨綱裡面 完蛋了死了 所以你去選民進黨 不知道要怎麼說 林羅水在1999年 台灣前途決議文 他講什麼 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硬生生的把那個中華民國 灌在民進黨 民進黨 民進黨 所以陳水扁就職的時候 有個AIT的人叫他 怕他亂說話 好香香跟你宣布 世部一沒有 有沒有 都去騙得都不知道 台灣前途決議文 我只能說台灣人說 但是那也不能怪我們 因為我們的父輩 阿公那些都去用 靠速營養他 所以 沒有辦法 你看 民進黨的官網 中華民國民進黨 中華民國民進黨 中華民國民黨 中華民國民黨 前面中間這個華民不見 剛好符合台灣治理當局 是外來政權 他沒有就地合法 因為他沒有把你台灣的主權 放在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 人家都照記講是你們看不 像像Chinese台北一樣的意思 你們也是看不 來我們看這支影像片 這支影像片 可能剛好要吃飯了 因為這十幾分鐘 可能10502分鐘 這就是我剛才跟你說 中華民國已經不見了 警察 他基調 把我拿下來 我跟他對話 這我跟他對話 你一直口口聲說 你叫做台灣的中華民國 就跟你說中華民國就不存在了 你只說 沒有 按照中華民國縣 你跟他講中華民國就沒有了 你自己去上網去查 就跟你講中華民國沒有了 然後呢 然後你那個 我問你齁 你們現在的紅單子上面還有中華民國嗎 你現在開的紅單上面還有中華民國這個字眼 它是道路交通管理屬法條例 好啦 你一直跟我說中華民國 我問你說中華民國還存在嗎 你不知道台灣民政府也許算 我就跟你說台灣民政府這個問題 卡在這裡這麼大 你車子要開齁 在目前 我跟你講齁 我沒有錯 我上面已經有標示 第一個 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你 因為這一槍我是怎麼搜 你看這個已經說這樣 你有看到嗎 啊這個折損啊 耗牌的折損啊 啊折損你沒有你開折損的單 啊你這也規定懸掛啊 你這也沒有電話 啊我今天 沒有電話 啊我今天 等一下 這是監禮所去檢驗啊 這是監禮所 我有去檢驗喔 那就是沒過嘛 對不對 啊沒過原因是因為 一車牌兩台懸掛嘛 我今天沒有違法 我們今天是照我們的重量 違規你根本來就違規你沒有違法 啊沒關係 啊你開單嘛 你如果認為我違規你把我開單 沒關係嘛 違反你的中華民國的龜 你去開單子沒有關係嘛 對啊 這個他也給你 你認為說你中華民國是個政府 台灣民政府也是政府 沒有 我們今天沒有違法 也沒超數 什麼都沒有 沒有問題是你懸掛的問題 啊你開單子嘛 我就跟你說你認為我違規你開單子 你開單子 你開單子啊 我就跟你說你 你現在包括你紅單三傳 也沒有中華民國 你駕照咧 我那頂就是駕照 那頂就是駕照 按照 好啦你按照你給我開單 你給我開單 你的駕照也不是駕照 我知道啦你就給我開單嘛 這是車子的行照嗎 是的 上面都是寫駕駛 不是Driven License 是不是 這張叫做駕照 這張叫做駕照 如果按照你的說法 這是台灣駕照的什麼身份證 這也不是駕照 那個就是我們的駕照 那是你的駕照 你可以求證 對啦 我就跟你說你如果你的公法 我有我的公法 不然你紅單三傳 上頭有中華民國 有嗎 你一直跟我說 根據中華民國 什麼東西 你的意思是要根據 道路交通管理所來的 不要剛才說的 我知道 我沒有違法 你可以開單子 你可以開單子 沒關係我接受 你只是違規而已 好嘛你開單嘛 我現在跟你說 你可以開單嘛 我收嘛 我要發款嘛 對啦 我現在我的意思是跟你說明一下 啊你就開單子 我沒有叫你不要開單子啊 你剛才還沒跟我說中華民國 啊中華民國 我就跟你說沒有了 你跟中華民國 你現在紅單三傳 上頭就中華民國 我頭才給你做這個 上面不會寫中華民國 上面是 你剛為什麼一下車 你就說你中華民國 你們上面有寫中華民國嗎 你不要 我自己 我沒有自己黑白說 我今天一直去 我說你開在道路上 就要按照道路交通管理所法條例 對啦 安全規則 你要知道齁 台灣這些土地的主人 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台灣民政府是這些土地的主人 你最好用無線電問你的主管說 台灣民政府到底是什麼單位啦 男民政府有的 那三個彩撥 李斯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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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ser 你確認多少 你有改名嗎 我改名 你的名叫 你改名叫 你的名叫 開炸,姓芳 我就說,你如果說我不為依規定懸掛或是怎麼樣,你就開炭就好了嘛 我就請你開炭 那是你不知道而已,我是跟你說,你可以去問你的主管 就是要 好啦,你對啦,我沒有叫你不要開單子啊 我們沒有一定要跟你開單子,說明 說明我現在要怎麼辦 我先跟你查核一下 好啦,你查核啊 對啊 對啊,按照高公讀,我都是依照這個條例,依照這個條文跟你說明 那規則89條第二項,出門要攜帶行車駕照,執照,已被警方查驗 那你現在就沒有,沒有駕照,你只有出事,行照 我已經不錯了,我今天還有中華民國的行照 我平時出門,我自己驗車,我才帶那張,沒有我平時就只有那張到我的身份證而已 那你不想驗車,我怕你再去監禮站,再去做這個動作 唉唷,你媽媽這樣 早上10點去驗的啦 我怕你就是驗車,我不知道要帶中華民國的行照 不然我們就有行照,我們就帶那張 你沒有駕照啊 我們就跟你說我們的駕照,台灣民政府的駕照就是那張身份證你聽不懂啦 就跟你說不一樣的政府 你跟我說台灣民政府,你說你中華民國 結果你現在跟我說中華民國,你也不敢說 就跟你說中華民國沒有了,你又不知道 那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就不如你們這樣 就跟你說真的 就像這樣了 就像這樣了 就像這樣吧 就像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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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這才是 車輛,車輛,車輛,車輛 你們的主管,沒有跟你們說清楚啦 我們不是第一次啦,這已經做了幾次了啦 我們是合法的,我們不是非法的 我的東西是沒到沒有的 我不知道他去後面要拿什麼 是要拿手扣,把我扣的什麼 去後面,現在問又關起來 你看我們的車牌兩台沒有 我們都叫中央的整頂兩台 這樣看 沒有啦,還剩四分千塊幅 來 回答報告 來,他要走啦 他已經要爭了 沒有啦,有開齁 有開我怎麼診斷讓你看完 就算有開齁 我也會跟你說,沒有啦,都沒有開 他要走齁 我這個跳過齁,這都 你如果有時間去Copy 這都 文字你都看有齁 他已經在金門 去基金門大橋了 他要走 他要回去 他要回去,要住的地方去建設 用你台灣人 用六十八億 這個金門大橋 現在已經在建設 這個金門大橋 大金門跟小金門 中間有五點四公里 這裡還有一招跟黑門 這才五公里 這裡還有一個大燈 它還有設計圖 你看 這這樣起來之後 是那邊變遊樂區了 怎麼洗都可以了 你知道嗎 他去開工嘛 他要送他,沒有人要回去 所以他把上面這裡 以前有一些地雷都已經掃了 好了 沒多久的進展的新聞 他媽祖也準備你價位觀光賭場 這都他們的 這都他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跟我們沒關係 而且平潭 平潭這個海峽號 可以載330台小汽車 載小汽車要做什麼 不一樣的國度 車過虛兵 牌車不一樣 交通耗資也不一樣 你幾個要做什麼 那叫做有期沒回來 這台巡 這台巡是把加拿大買的 加拿大是溫哥華到溫哥華島 中間這台巡叫做Ferry 他就是 早上我上巡 開兩點鐘到那邊路巡 算一天兩天三天 同一台巡 又坐回來 同一個街角 同一個國度 不用報關 你去那裡要報關嗎 這都問題了 所以 來看這個鴨皮 中天新聞 欸 動一下就有了 你沒福氣啦 好啦跳過去啦 為什麼沒辦法 沒關係 可以嗎 可以嗎 你那邊可以嗎 對啊 有啊有啊 好 繼續節目當中 我們來看距離台灣最近的福建省平潭島 在大陸中央選定它成為兩岸綜合實驗區之後呢 三年之內迅速開發 那麼現在呢開通了台中台北兩條航線 而船行時間最多只要三小時 在實體交通上呢非常的方便 未來也將投入將近七十億台幣 建設全島光纖網路 三G無線覆蓋 以及離岸數據中心等等項目 要打造平潭島 成為一個智慧島 也成為兩岸通信交流的新平潭 汽笛長鳴利納借覽釋航 歡歡使向海峽的另一頭台北 即開通福建平潭台中航線後 兩岸大渡輪時代再添勝利軍 海峽加加利納號明年大概有三個兩大隻軍 我們預計可能會突破三四萬人次 作為大陸距離台灣最近的地方 平潭不論直航台中或是台北 最快只要2.5小時 貨物運輸長三角 珠三角更是一天搞定 已經有眼明手快的企業大張旗鼓 砸下336億台幣 投資打造科技 你看這裡 這平潭齁 台東已經通了嘛你們知道嗎 台東已經通行了齁 其實這個平潭實驗區 這應該是說一國兩座 但那個名詞齁已經被炒爛了 他不敢用 這海峽大橋 就是從平潭到 福建在廈門 這張建設圖齁 你看我們2009年告營美國之後 他這個建設藍圖是從2009年到2020年 你看透過海峽號這樣支援 還有現在服帽 把你的主員是箭頭是向內的 他沒有過來齁 他沒有過來齁 是要把你的主員蓋上去齁 你看這樣經過四五年就是差不多這樣走 他不送他理由齁 我們保養美國 以後美國跟我們說 就是說 在這個階段上叫做政治台灣 政治台灣 還有兩分鐘給我齁 在這個政治台灣裡面 在美國人的眼睛裡面看不到 在台灣上面有台灣人 因為你所有的台灣人都去領 他的國民身份證 上去全部去領綠卡 所以美國跟我們一步 他說你從現在開始 你去全台灣去辦很多攝影機 敢說他的薪水 敢說他的精神 給他們聽 他每一個人在意願 自願合法 這三個條件下 自己去復集成本 證明你 還是你的老婆老母 還是你的阿公阿嬤 是日本時代 將來政府來進行 就在這裡生活的這些後代 我拿你辦新聞證 這裡有四十一萬張 我就把這個地理權 在中華民國 台灣地理統教的手套 拿回來交給你 但是你有人民 你要有政府官員 所以我們在這裡上課 是同步的 兩個同時在進行 他現在來說 他要求我們要四千名 當然這個四千名 前幾天好像有 你當心問說 這四千名要怎麼來 那計算公司有比較複雜 連天我建議會 只要上課 只要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基本上這四千的人 我們只要有警告他 我們只要有教 我們會跟美國說 所以你合法的條件 我一項一項都在做 就是說你今天上課上完 我讓你看這個壓扁 來我問到各位 你看我們現在走你這七十分的壓扁 你認為 中華民國會走嗎 會走 會走 你認為 因為民進府的執政嗎 會 這樣拜託各位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心 好口休憲 阿勞開了一張永川 謝謝